一箱箱选票 警方以最高规格严密护送 全民公投18号登场 为了严密保护选票 花莲县警察局花莲分局 配合衔委会动员警力 从选票清点到护送为安 派遣前导车跟店后护卫车 严密护送选票到各项正式 选入处所存放 12月18日将举行全国性公民投票 花莲县境内选票已于17日印制完毕 警察局局长蔡丁贤 特别指示本分局 以最高规格周全部署警力 配合县选委会严密保护选票运送 清点等工作 现行各乡镇市的选票 均以由专者警力安全护送至 各选务处所存放 不少沿湘族人表示会参与投票 提醒选民18号 携带身份证 印章及投票通知单 前往指定投票所表达自己的意愿 花莲县境也呼吁民众 投票当天不要在投票所四周30公尺范围内 先懒干扰或欠佑他人投票或不投票 以免处罚 远时新闻 嘎娃 花莲市采访报导